我還沒死 暫時如果說合約來說是 但是不排除將來會有合作的機會 我是一個很喜歡新鮮感的人 我也很喜歡去挑戰自己的人 很怕不斷重複一些做過的事 所以我很慶幸自己有這樣的心態 不想在一個地方或一個位置搭太久 很想再出去看看外面的風景 之前婚後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雖然是因為我自己去做一個第三者 一般人都會覺得第三者一定是不好的 都是會被罵那個 但是我那個第三者是 當時很有趣的 有雜誌做過貼查 如果你是劉重仁 就是那個先生 你覺得你會選擇太太還是選擇這個 所謂的第三者 結果第三者是勝出的 覺得這個先生應該選擇這個第三者 當時我是很驚訝的 因為你如果演繹得不到位 你很容易被罵 如果你能夠演到他這個 這樣立體的女人出現 或者令到這個女人的出現是很成立 但觀眾是很認同他的時候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成功 某程度上那個戲 我覺得是一個成功 譬如《茶舌故香龍》 是我其中一個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戲 一個很有內涵 很有內容 很有內容 很有得被議員發揮的一個劇本 其實某程度上跟《平安谷》有點相似 不過只不過分別就是 《茶舌故香龍》 她是一個比較幸福一點的 成長得比較 是一個很好的家裡的成長 但是《平安谷》 其實她這個女人 她就遇到很多很不公平 甚至很封建 很不明明的一些規條 去限制了她的生活 所以我說完《茶舌故香龍》之後 我還可以說《平安谷》 因為這兩個戲都是我認為 是很值得下來說 或者我覺得 我仍然是非常喜歡 和非常享受的兩個戲